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亡已经完全升级了 是蓄意的在制造一个危害社会的那个网络安全事件 这个 这个 太好了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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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因为我比较很少上网嘛 我可能比较偏向于 那这个 对 如果是经常上网那种人的话可能就可以 可以 选择那个QQ吧 为什么支持360 因为我觉得网络安全可能比那个更重要一点 对 你觉得他们两个发生那个那个分章 嗯 你也要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就需要有关部门间协调量 我觉得这两个 两个公司都蛮好的 因为你看 360对网络维护很重要 然后腾讯呢又是对于方便一些事情处理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他俩最好是不要分量 这样腾讯提出来就是说提出了好选业的话 你觉得对他们有什么忠状 嗯 我觉得可能对这个市场应该进行一个完善的一个管理吧 你不要搞这些就是可能有些一些管理机制不是够完善 所以导致他们就是说相互进行一个攻击 应该是这个意思 谢谢 啊没有没有 二型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一个 谢谢 谢谢 为什么 因为我经常用那个软件 原来是不一样 主要是用来聊天 然后然后盘写文件 对他们发生的封章的话 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我靠 我电脑上那个360的网络也是税盘的 但我觉得那样不太好 嗯 他好像感觉是控制了我们用户 他是不能用哪个软件用不了 用了就用不了QQ就改变了 你好 想问一下 你知道360和Q发生分账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会选择谁啊 现在他们要的二选一 这个啊 安全软件也很多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现在想装着310 装着QQ 你会选择谁 我还是选择QQ 为什么呢 对 因为QQ的话其他器材产品 还相对来说比较少 然后呢 安全软件这块 我有其他的 有正宗的卡洛斯基啊 或者其他的 就是说 杀的软件做得更好的 这样 对他们发生分账 有什么 有什么忠告 嗯 怎么说呢 因为今天早上 就是说我也 我看了一下 他们就各自一些 那个公布的一些东西 宣传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嗯 我觉得吧 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国内啊 就是网络这块 还是很需要一个监管 就是技术情维部门啊 竟有些 其实就是说软件放到这一块 就是说互联网 经过了十年 从九零年啊 到现代啊 整整的十年过去了 其实存在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发展的必然嘛 QQ了 QQ了 我们的校友来了 校友 那360你会选择 这一次是同学 我们同学之间 也有聊过这个 嗯 然后他们其实都 比较偏向360 因为觉得 觉得那个 QQ毕竟是一个 大家都在使用的软件 跟 软件新人里面的 使用率非常高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影响了大家 对 软件的使用 我觉得 太应该 这样 就是说 让你对这两件事 有什么通告的吗 你想出来的 就是说 不要因为他们 嗯 个人的利益 或者两家企业利益 影响到广大应付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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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